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2号 欢迎收看佛州华语新闻 我是田田 我们一起关注美国方面 美国海军一架FA-18E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当地时间20号 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国湖海军航空站附近坠毁 飞行员弹射逃生 洛杉矶时报报道称 勒木尔海军航空站的一份声明说 来自该海军航空站的一架FA-18E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例行训练期间 在中国湖海军航空站以南的苏比利尔谷坠毁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发言人 扎卡里·哈雷尔的话说 这架飞机于当天10点10分遭遇了不幸 哈雷尔说飞行员安全弹出 并被带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科恩县消防局的官员证实 一架飞机在里奇·克莱斯特的14号公路 和178号公路附近坠落 该县消防局发言人安德鲁·弗里伯恩表示 坠机事故引发一场火灾 随后被扑灭 他说 事故发生后不久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抵达该地区指挥交通 这是美军近三周在南加州发生的第二起战斗机坠毁事件 路透社9月29号报道称一架美国空军F-35B战斗机当天与一架KC-130J空中加油机在南加州偏远地区相撞 F-35B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并接受了治疗 洛杉矶时报报道称KC-130J加油机在一处农田迫降 八名机组人员均没有受伤 继续关注美国方面 美国司法部和11个州20号宣布对谷歌公司发起反垄断诉讼 指控其在搜索及搜索广告市场非法抑制竞争以维护垄断地位 这是美国司法部自1998年起诉讼微软公司以来再次对科技公司涉嫌垄断发起诉讼 美国司法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谷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 市场价值1万亿美元 是全球数十亿用户和无数广告客户的垄断互联网门户 多年来谷歌占据了美国约90%的搜索量 并使用反竞争策略来维持和扩大其在搜索和搜索广告领域的垄断地位 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指控 谷歌通过与手机制造商签署排他性协议等方法 让谷歌成为默认搜索引擎 同时利用垄断利润在设备网络浏览器和其他搜索访问入口 为其搜索引擎购买优惠待遇 创造持续的自我强化的垄断循环 其行为损害了竞争和消费者利益 美国国会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戴维·西西兰对此发表声明说 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谷歌维持并扩大垄断 损害竞争的大量证据 该小组委员会此前对亚马逊、脸书、谷歌和苹果公司 进行了长达16个月的调查 并于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报告称 四大科技巨头利用其自身优势地位 抑制竞争扼杀创新 谷歌一名发言人当天表态说 司法部的诉讼存在严重缺陷 并表示用户使用谷歌是因为他们的选择 而不是因为被迫或者没有其他替代品 视线继续聚焦硅谷 据报道 全球数字支付平台PayPal今日宣布 将允许用户通过其在线钱包 购买、销售和持有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此外 PayPa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从2021年年初开始 其用户还能使用数字加密币 在其网络上的2600万商户进行购物 PayPal总裁兼CEO丹舒尔曼在接受采访时称 PayPal希望该服务能刺激数字加密货币 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 同时此举也有助于PayPal为各国央行 可能开发的新数字货币做好准备 舒尔曼说 我们正在与多家央行合作 考虑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 以及PayPal如何从中发挥作用 PayPal表示 未来几周美国账户持有人 将能在其PayPal钱包中购买、出售和持有数字加密货币 2021年上半年 该服务还将拓展到Vemo服务上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目前其他几家主流金融科技公司 如移动支付提供商Square 和股票在线支付平台Robinhood 都允许用户购买和出售数字加密货币 但此次PayPal进入该市场更令人关注 PayPal总部位于加州圣河赛 在全球拥有3.46亿活跃账户 今年第二季度处理了2220亿美元的付款 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央行都表示 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发数字货币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周一曾表示 美联储已经评估了数字货币的益处 但尚未正式决定发行数字货币 继续关注美国国内 加州社区大学系统周二宣布 收到全国社区大学有史以来 金额最高的一笔捐款1亿美元 将用来帮助更多的学生 完成学位转学 以及支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开销 洛杉矶时报报道 这笔捐款来自杰伊普利茨克基金会 认同社区大学教育 加州民众扮演的重要角色 为社会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 许多地区因为缺乏社区大学系统 无法满足加州最贫穷学生 接受适当与公平高等教育的需求 这笔钱将用来提供学生奖学金 帮助学生取得证书 完成学位或者转到一般大学 同时也为面临意外困境的学生 提供紧急财务援助 捐款将由加州社区大学基金会管理20年 预期将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受贿 符合资格的学生 最多可以获得18500美金的奖学金 反映进入社区大学就读的实际成本 奖学金领取资格包括注册全职学生 符合免除学费资格 已经拿到系所要求的一半学分 虽然社区大学许多学生不必缴学费 但书费交通费饮食住宿以及照顾孩子 通常造成许多学生学业中断 紧急援助金适用于短期财务困境的学生 协助他们完成学业 接下来关注一起枪击事件 据ABC等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0号晚 美国休斯敦市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突然拔枪射击夜店中的人群 警方通报称有三名男子当场死亡 一名男子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有目击者称 枪击现场有大量警察聚集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当地警方称 行凶者可能不止一人 但尚未逮捕任何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嫌犯 调查人员则正在检查监控录像 视线转移到堪萨斯 据CBS报道 近期美国堪萨斯州一家养老院爆发新冠疫情 截至19号 全部62名住户均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中10名患者已经死亡 此外还有部分工作人员也已经感染 据报道 该养老院位于诺顿县 这里是美国两周以来 新冠确诊病例增加比例最大的地区之一 当地卫生部门称 截至19号 该养老院全部62名居民新冠检测呈阳性 其中10人已经死亡 在其余52名感染者中 一人已经住院 另外51人正在养老院内接受治疗 报道称 患者们已经被隔离在自己房间内 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此外 该养老院的部分工作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视线转移到中国 四川省乐山市初中生小雨的身高 竟然达到了221厘米左右 引发关注 18号是她14周岁的生日 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官来到乐山 对小雨现场挑战最高的青少年男性 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进行认证 今年8月 小雨和家人在吉尼斯官网上提交了挑战最高青少年男性 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的申请 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官陆雷介绍 根据最高青少年男性 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的挑战的基本规则 挑战方需要是13岁到18岁男性 挑战者不能超过18岁 最高的青少年男性前记录保持者是美国少年凯文·布莱福德 出生于1998年10月27号 于2015年4月30号测得身高215.9厘米 但目前她已经超过18岁 在测量认证完毕 并经过吉尼斯伦敦总部审核后 小雨将有可能成为新的记录保持者 最终结果预计将会在11月份正式公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关注本频道其他精彩栏目 我是甜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